只有你的平凡 向英雄致敬 一日入伍终不退伍 近日在山东青岛的莱西市 一名八岁男童玩耍时 不慎落入三米多深的湖中 危机时刻年过六旬的退伍老兵 李文饶奋不顾身跳入湖中 将落水男童救上岸 近日山东青岛莱西市人民医院 65岁的保安李文饶 下班路过岳湖公园时 发现有个小孩在湖中拼命挣扎 他来不及多想 把手机丢到岸边后 便纵身跳入湖中 李文饶1977年1月入伍 退役后一直在山东青岛来西市人民医院 从事安保工作 虽说在部队接受过专业游泳训练 但毕竟年龄偏大 经过约十分钟 期间李文饶换气两次 最终将孩子救出 老人从大约有两米高的水台 跳下来营救我的孩子 老人年龄也比较大 对这个事情我表示非常感谢 同时也感谢我们周围 这些热心的群众来帮助 帮助我的孩子 曾经党过兵 不得及教育我又介意勇为 现在实验退役了 但是党后国家对我们意义很关销 我们党也要退役不退彻 做些理所能及的事 好 咱们休息一下 稍后您将看到乌克兰局势的最新情况 一会儿详细说 得了灰指甲 有啥好办法 呀 刘婶 你这灰指甲 还没好啊 唉 别提了 好啊